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岁末年初,阅历总市公司行号分送的实用办手例 除了历久不衰的水果主题 公务机关近几年主题创新改版 也常常引发高度询问 例如林务局动植物阅历 在今年更是直接对外开卖 以下报导除了介绍今年台电阅历外 还要告诉您怎样可以有机会获得首汇丰台电阅历 山樱花加罗林榆木 2019年台电阅历屡昂然 原来这些都是台电单位所种植的树种或特色植物 其中更有许多百年老树 今年我们的阅历主题是树荫公生 我们考虑到用树荫公生这个主题 主要是因为在全台湾的各个电力场域里面 我们发现到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 然后又是树林高达五六十年甚至百年的树种 介绍给不管是公司的同仁或是外面民众了解 2018年以12处台电古迹与历史建筑为主题的愿力 汇催足迹 引发外界热烈询问与索取 而2019年树荫共生 更期盼新的一年能如茁壮的大树斑 与环境共生共存 荫这个字我们觉得它所一个蕴含 然后或是跟大家共同存在的一个精神 或是所谓的气场可以让大家感受得到 我们想要所传递出去的其实就是在这电力场域 每一棵树所带给我们在这场域里面的精神 除了阅历改版多年的手绘丰农民粒 更是杭阿来收藏的秘密精品 对我来说是我看过最棒的一本农民粒 那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农民粒里面 它除了一些婚丧喜庆里面会去查月外 其实现在台电的农民粒已经进步到说 让大家可以走入自然 然后去灌溉自己的生活 那其实今年我们精进的地方是 像过往的食谱单元或是植物介绍单元等等 是特地有去找了相关领域比较知名的专栏作家来执笔 譬如在花草植物的这个单元里面 看到是一个在网络上还蛮知名的茉莉 那同时在饮食作家的部分是卢伊安 让大家知道说在这个节气里面怎么样 用一些简单的技巧 然后大家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当季最美味的佳肴 好想要这么美的台电阅历与农民粒吗 别担心 只要密切锁定店里粉丝团 都有举办抽奖活动 千万别错过咯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